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 在中国北京的著名景点圆明园 发生了丑陋的一幕 那么有一个所谓的网红 他在现场去骚扰来访的日本游客 结果现在一下子如他所愿 红了 只不过用这种方式去出名 最后带来的结果只能是臭名昭著 甚至他还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 我们看看现场发生了什么 别走,别走,我报警了 哎,哎,动手是吧 看你怎么样 他不说照个相,让你往那边走一点点 你在给日本人照相,然后让我再往旁边走一点点 左在圆明,你给陪让 你是从日本人 我听你说是,你帮我说是从日本人 日本人,给日本人让左在圆明 你给陪让,不会像哪个国家人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吗,我觉得有关系 那你觉得有关系就算了 I do fucking care OK,你作为中国人,你让我给日本人让地方 我就不让,懂吗,我就不让 你可以不让,你往那边让一点点照个相 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这句话你都不敢问,懂吗,在圆明圆 那你觉得 差不多玩就得了 日本人在中国报警 你刚让我给日本人让做 我跟你说,我不想给日本人让地方 你他妈作为中国人,你让我给日本人让地方 我就不让,懂吗,我就不让 日本人还拍上我了 日本人拍上我了 没有强制你,你弄这些事没有意思 怎么没有意思了 你没有强制,我也没有强制你 日本人都拍上我了 你不要再把这事闹大了 怎么就把这事闹心里心跳的事啊 我的客户 给你的,给你的叫什么很重要 日本客户 我不是很重要的 你说这事就没有意思了 来好好保护你的日本客户 那我这官员 可以可以,你没有意思 你现在叫,你现在叫 日本人,你现在叫 你弄这个事没有意思 不是日本人 来来来来 我在我们国家的吗 请你一下,你在你的国家 我在我说什么 你在你的国家 咱们,咱们要不然去管理处 那这小鬼就这样做了 他妈让你 不能拍是吧 听说你们是日本人 日本人,日本的公司的 在这工作的 那你说白了 不让进的 那你要说这个 也也也有点 你这是管理处的意见吗 那有点有点不对吧 因为去年啊 整个团队 整个人大家 团队就没让进 人大家该买票买票 既然买票的管理处让进来了 您代表管理处的意见 你他妈,你日本人进来 你他们还让中国人让地方 你行代表管理处 我不代表 但是你必须要尊重我们这 我尊重了 你们还让中国人 他们让地方 给他们日本人拍东西 我哪里不尊重你们了 这个人是真实 哪里不尊重你们了 不是,你不 这个很小鬼子 就这么简单 我就是他妈不给日本人让做 没有让你让做 你当他们就让我让开 让有劲吗 真的就是小鬼子 我认为要赞同 咱们就不说这个了 怎么跟你说 我他妈永远不会给日本人 让地方懂吗 那可以啊 就fucking understand 你怎么这么恶心这东西 看看盼国谁找什么样 无所谓 对吧 无所谓 随便照 但你要再照 你要再照 就欺负我的影子 大家看明白了吗 就是一些日本的游客 到圆明园去拍照 然后他挡住了这个景色 但是他可能也在旅游 那么没关系啊 然后这个翻译呢 就是带日本来参观的 这个中国人呢 他就让这个博主 往旁边挪一下 因为他们要拍照 其实这种场景 在任何景点 都经常会见到 对吧 这是很正常的一句话 结果他就碰词 说你怎么能够让我 给日本人让地方 而且还在圆明园 这样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然后他就开始去 不断的骚扰这些日本游客了 而且还骂这个翻译 是叛国贼 然后最可笑的是 这个公园管理处的 一个工作人员 他也站在这个 无理取闹的一个博主这边 因为对方是日本人 只要是日本人 好像什么错都是日本的错 那么我们可以合理怀疑 就是这个所谓的网红啊 他是专门拍这个影片的 而且他专门拍的是 所谓的爱国影片 那么很有可能 他故意的到圆明园 去找这些外国游客去碰瓷 他就故意挡住别人 然后当别人让他让一让的时候 他找到机会了 对吧 他就等待这个时刻呢 然后赶快拿出相机来 拿出手机 就把全程拍下来 好像他自己多么占领 因为他的观众 他的粉丝 都是无脑仇恨日本的人 所以说他可以煽动 大家的这种情绪 他就变成了一个爱国网红嘛 他要打造这样的人设嘛 所以说他要制造出这种冲突 只要是智商正常的一个中国人 稍微有一点文明意识的人 都能看得出来 他是在故意找茬 这不就是曾经 我记得韩寒说过的爱国贼吗 就是顶着爱国的名号 实际上做的事情是卖国的行径 就是不是卖国贼 而是爱国贼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在中国的首都北京 一个所谓的现代化的文明城市 你去故意的制造出民族仇恨 去骚扰日本的游客 当这样的新闻 登上了全球各大媒体的时候 就对中国的国家形象 对北京这个城市的形象 会有多么大的打击 他不会考虑这些 他只是为了自己私利 可是他损害的是 整个国家的形象 甚至是中国人的形象 这样的人如果还在中国 有很多人去追捧 还能够获得大量的点赞 流量 评论支持 可想而知 这个国家出现了什么问题 其实他的这个做法 这种无理举闹 故意碰瓷的做法 因为很多普通人 都会很反感 所以说他这种 非常过激的行为 一定是不讨好的 只能是吸引那些极小部分 极端 无脑仇恨的粉红 只能吸引他们的喜爱 而且这种做法 甚至还不如在 禁国神社去撒鸟 在禁国神社撒鸟 虽然这种做法很低俗 但是就算觉得这个做法 似乎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中国人的形象 但是也不会太在意 毕竟你撒鸟的地方是在日本 你就算不文明 你也是在日本的不文明 但是这一回是在中国 是在北京 是在圆明园这样的一个 很敏感的地方 可以算是 因为一到文明园 大家都想起来了 这个圆明园被烧毁 想起来过去的国耻 对吧 所以它是一个敏感的地方 所以当你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去做出这样的不文明行为 很多人还是很反对的 就是觉得 由本人到日本去骚扰日本人去 因为大多数人都不赞成 他这样的做法 以至于中国的官媒 也跳出来了 人民日报旗下的杂志 环球人物 还发表了一篇评论 引述这件事情 日本游客在圆明园拍照 被网红制止 说这名叫做亚人的网红 在圆明园游玩 当一名翻译 在给日本游客拍照的时候 让亚人让一让 结果遭到亚人的拒绝和阻止 这个人在短视频平台上 有32万粉丝 大部分网友认为 无端阻止日本游客拍照 非常不合适 有损大国形象 紧接着就讲到了 中国最新的一些 过境免签政策 也包括日本 通过这种方式 来吸引外国的游客 到中国来 展示中国开放的形象 并且希望以此 来帮助困顿的经济 结果现在还出现这种事情 官方认为 你这些做法 和政府想要 重新改变形象 这是有直接冲突的 甚至还提到 这个网红亚人 当年在美国留学期间的 犯罪记录 官媒等于是 某种程度上 证实了 这个找茬的网红 他曾经在 美国留学的时候 被指控犯有多项罪名 当时 盛哲还上了 美国的电视台 有多项目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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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留学期间的 social dating apps 几个9 Orange County reporter Stacey Butler has the story tonight live in Irvine And Susie we spoke with students tonight on campus and a lot of them told me that they can't believe that one of their fellow students who they know well would be accused of targeting women on dating apps luring them Joey She is talking about the arrest of her classmate 20-year-old Gary Lee a freshman economics major at UC Irvine Irvine police in one case used the Chinese dating apps TanTan and WeChat to contact a 16-year-old girl this girl was obviously brave enough to still come out about it even though she knew she was being threatened and so how many other people are being threatened would better she won't 一个被在法庭指控为 性侵犯的 一个中国留学生 他是后来 潜逃回中国的 当时还被美国警方逮捕 保时金就要100万 性侵 对未成年的性侵 敲诈 勒索 求包养 现在他这件黑历史 也被挖出来了 所以有一句话说的好 爱国主义 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 这些流氓 他们为了掩盖 自己流氓本性 他要竖起民族大义 要打起爱国主义的招牌 来掩盖自己 低劣龌龊的人品 但是互联网 是有记忆的 所以他过去的历史 都被挖出来了 既然知道 他是一个流氓了 所以说他现在 做出这些流氓的行为 也一点不意外了 唯一意外的就是 他这么做 有什么好处 虽然官方的媒体在批判他 可是 政府对他 有任何的实际的惩罚动作吗 没有吧 既没有 把它删帖 他只是自己 把过去的 拍摄的一些影片 给删掉了 没有封号 对吧 也没有起诉他 说他是寻衅滋事罪 对吧 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从政府的角度来讲 这种仇恨日本的情绪 正是他们带动起来的 不管是关于进国神社 还是关于什么排放 核废水 这些事情 都是煽动仇恨日本 民族主义情绪的契机 所以政府把这个情绪煽动起来 当然会有这种流氓 找到一种狭隘民族主义 作为一个噱头 去获取私利 肯定会让人出现 也会有大量的粉丝 去跟进 去点赞 去评论 去传播 所以说 其实源头在哪 源头在中国政府 这就为什么政府 没有对他进行处罚 因为处罚了他 那么会含了 很多爱国网民的心 对吧 而政府就需要 这些爱国网民 去表达爱国情感 以此来增强凝聚力 同时把那些理性的 崇尚自由民主 这些文明社会 普世价值的那些人 给分化出去 你敢在公开场合 去表达自由民主 把你先封号 对吧 但是那些宣传 狭隘民族主义的 所谓的爱国流氓们 爱国贼们 他们反而 不会受到任何处罚 虽然在官方媒体上 偶尔可能会批判一下 觉得你做的事情 太极端了 但是他 你含的一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 你的爱国心是好的 他的论点是什么 民族大义 不能当做财富密码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能打他 当做财富密码 但是你还是应该 有民族大义的 该恨日本人 还是要恨的 该讨厌他们 还是要讨厌的 该不爽 日本游客 还是应该不爽 只不过 不要把他当做财富密码 不要把这个事情 变成人人喊打 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角度来讲 他的立场就是 仇日的 反美的 所以我相信 未来还会有这样的人 层出不穷 他本人 消停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还重新又出来 继续的去制造 这样的冲突 但是我们作为有理性的人 一看就看出来 这里边的荒谬之处 你圆明园跟日本人 有什么关系 对吧 好像说的是 日本人烧了圆明园似的 圆明园难道不是 英法联军烧的吗 英法联军烧了一部分 后面几乎都是一些盗匪 或者当时北京的一些居民 趁乱抢夺 甚至连砖头都给搬走 给自己家里建房子 你如果我们看晚清时期的一些 人去写的回忆录 记录这段历史的人 他们都讲到 英法联军去烧圆明园 这是象征性的 我们看 疑人入京 碎至圆宫 后来还说 奸人乘机 焚掠 还有人记载说 闻疑人 谨焚园外观民房 就是人住的地方被烧掉了 但是后来在海淀地区 当地的中国人 中国的居民 进到这个园子里 去进行抢夺 而且10月9号 英法联军 看到整个地方都已经是 没人管了 他们也开始抢 然后后来 中国人也跟着一起进来抢 这样的记载有很多 英法联军是烧了 是抢了 但是烧的 抢的规模 可能还远远不如 后来中国盗匪 或者中国居民 往里边拿东西的多 后来的这几年 持续的大家去拿东西 拿东西 之后就变成现在 这个荒废的状态了 你注意 圆明园 可不是木质结构 其实你火烧 你怎么能够烧到 现在这样的废墟呢 很明显是 它烧毁之后 整个整体建筑还都存在 但是后来长期的 大家去搬运 然后年久失修 最后坍塌 变成现在这样子 所以说并不是烧毁之后 变成这样子的 烧毁之后 基本上大致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就是一些木质的民房 可能被烧毁了 但是实际上它的宫殿 它的主体建筑 都没有烧毁 都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但是后来这么多年 盗匪横行 当地的市民 什么时候家里缺东西了 就去拿点 时间一长 自然就荒毁成这样 等八国联军真到的时候 早就成一片废墟了 八国联军能抢什么东西 所以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 跟圆明园没有半毛钱关系 所以说这个人在圆明园去反日 只能证明他的无知 连最基本的尝试都没有 然后就出来丢人现眼 那好 就算你说 不让日本人来圆明园 其他的这些国家 是不是应该也不让来呢 大国联军里头可不光是日本 还有另外七个国家 是不是也都不能来圆明园参观 是不是这些游客 都应该拒绝门外 都应该输一个牌子 这八个国家 英国 美国 德国 法国 来自这些国家游客 都不许进圆明园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你要这样的话 按照人种 按照国籍作为一个分割 那你这是什么国家 你这是不是种族隔离国家 是不是明显的歧视政策 那你这跟当年的所谓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这种说法难道不是一个意思吗 当然了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还有待推敲 经过有些人的考证 大概也没有发生过 但是放在电影里 放在小说里 就能够激发人们的愤怒的情感 正好利用了大家 长期被灌输的民族仇恨 这陛下子就可以大卖了 畅销了嘛 一个国家级的景点 有这样的歧视政策 那你等于给全世界 是在释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而且这里边有俄罗斯 俄罗斯是这八国联军 军级最差的国家 是抢夺东西最多的国家 你是不是也不让俄罗斯人进来呢 你现在是举全国之力 在扶持俄罗斯的 是你的老大哥 也是你的 可以说是军事盟友 你是不是也要歧视他呢 你怎么只反日本人 不反俄罗斯人呢 说不过去吧 都是八国联军 而且日本 美国是整个八国联军里边 军纪最严的 而且最好知道的 就在前两天 俄罗斯官方的国家研究所 对日本周边的海水 进行了调查 发现海中的放射性物质含量 明显低于标准值 这是俄罗斯国家研究机构 官方公布的数据 在报告中中认为 这些会处理过的水 没有问题 日本方面表示 欢迎这样的独立调查 有人开玩笑说 这下好了 忠孝不得两全 说的特别有意思 你忠于这个国家 你就得反日 但是你的俄爹 说日本的河废水没问题 你要说日本河废水有问题 你就不笑 忠孝无法两全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去看 这些时事新闻 其实挺困难的 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 坚定的立场和清晰的头脑的话 没有坚定立场 说明你的价值观混乱 没有清晰头脑 说明你没有是非观念 只讲立场 不讲是非 所以说这两样都得有 既有坚定的立场 也有清晰的价值观 但是同时你在进行表述的时候 必须有理有据 必须符合常识和逻辑 否则你就变成无脑夸 或者无脑黑了 有时候我会看到有人骂我 在无脑黑中国 但是问题是 他说不上我哪句话是无脑的 因为我所有的话都是有理有据 他们反对的是我批判 但是没有证据证明 我的批判有哪些问题 所以他就只能给我扣上一个 什么非黑即白的帽子 甚至还把我比作是反共的粉红 或者说是这个粉红的另外一面 问题在于 我跟粉红最大区别 不只是立场相反 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对方的所有的表达 都是情绪化的 无脑的 是反制的 甚至有些人是装睡的 就是他们明明知道 他们这种爱国 只会害了这个国家 他们实际上身份是被当权者 收割的韭菜 他们也许知道 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勇气 因为他们贪婪 所以他们想从中获得利益 像李毅 张维为 司马南 我相信他们这些人 都完全看得懂我在说什么 但是因为他们屁股决定脑袋 他们必须要说一些 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很多人在问 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应该能够做些什么 既然当权者是有绝对权力 可以镇压人民的 现在就有机会了 这样的事情 你就可以跳出来 去对这样的人进行揭露 痛批 因为政府的舆论都在反对他了 当然你要借着这个机会 去反对这些仇日 完美的小粉红 以此来告诫其他的中国人 不要布他们的后尘 不要只看眼前利益 不要做网络义和团 甚至把网络义和团 变到线下去 否则的话 你就是对这样的行为 默认默许 甚至助纣为虐 那么既然大家都 没有办法去减速 那么这个国家 只会继续加速的倒车 最终成为世界公敌 好 这期节目跟大家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别让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